也有人這樣詢問 就說我想當房仲 我第一個說不會吧 那很多人說 你以前好歹也是個主播 你正在街頭發傳單 我覺得這是你的工作 我的客人有些人會擔心說 他會知道我是律師或會計師 或什麼 就把價格抬很高 對對對 但我心裡都會 always 說你想多 認識才知道的財富自然道 我是謝明志 今天這一集 我們繼續請到百萬房仲 秉均哥來跟我們分享 房仲的心酸 以及那些 房仲沒告訴您的事 大家都以為房仲靠一張嘴 隨便賣間房子 就可以收取大量的佣金 但事實上 房仲有那麼好當嗎 廢話不多說 趕快來看看本集重點 一 百萬房仲秉均哥的 前一份工作居然是 二 房仲原來都靠這一招 來判斷你是不是小白 三 房仲遇見離譜的奧客 都怎麼處理的呢 另外什麼樣的物件叫鐵炮 四 斡旋經和邀約書 您聽過嗎 差別在哪裡呢 那秉均哥先跟我們講一下 我知道你的背景其實很特別的 你是從主播轉做房仲 然後怎麼有一個契機 讓你想要轉行 投入房仲這個市場 因為在媒體工作了十多年 然後之後轉到公關 因為我公關的產業是房地產 所以後來才到房仲 你是幾歲投入這個行業 四十多 所以現在已經看六十了 看不出來 所以你現在 你投入房仲業這個年紀已經算是在房仲業上高的嗎 因為我們房仲有分為普專跟高專 如果以高專的話算是正常 因為很多高專都是中年轉業 那普專的話大概就是退伍啊年輕人居多 普專跟高專的分別在哪裡 佣金的帕數 普專它帕數比較低 但它有底薪 那像我們是高專 我們是沒有底薪的 我們沒有薪水 我們就是賺公司 那你一開始從主播轉做房仲的時候 你有不適應的地方或者是 有我覺得要把那個身段放下 真的很難 像Micky 你也知道 你當記者 很多人都是公關會請你 去參加一些什麼活動啊 什麼之類的啊 可能還送你小東西啊對不對 那可是你當房仲的話 等於是你是業務 你是銷售 你要去賣人家東西 你知道從別人口袋掏出錢 是非常難的 尤其是買賣這麼高金額的房子 對不對 還有就是他可能第一次碰到你 他根本對你完全不熟悉 所以不會有任何的信任感 那他怎麼信任說 我要買房子或賣房子 我覺得很難 如果說我想要投入房仲業 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其實我身邊的也有人這樣詢問 就說我想當房仲 當然我第一個說不會吧 為什麼你第一個要講不會吧 因為我的朋友多數都是媒體的嘛 對啊 那你不要有誤解說 這是可以賺到快錢的工作 因為他就是 內政務就規定嘛 買賣雙方加起來不得超過6% 很多人會誤解說 哇那你一千萬6% 你就賺60萬了 所以你想太多了吧 我們現在都是合作案啊 居多嘛 這些店家跟這個店家也要拆啊 那是不是變成30-30 30-30就是店家的喔 所以店家在拿這個跟你 commition再分喔 所以要看你跟店家談的commition是多少 而且也不是你帶了他就買嘛 你可能這個月最後是共沽 沒有 共沽零 你還要花廣告費 你要花車資 要花時間 而且我們現在大概都要給清潔費 都會說戲稱是買門票進去 喔 這個行業不是賺快錢的行業 然後你要面對後續很多的服務 還有就是說 你要放人家下身段 因為像我剛開始我是菜鳥 因為我完全沒有經驗 房仲經驗 我也是得到市場或是街口發傳單啊 那很多人說啊 你以前在好歹也是個主播 你正在街口發傳單 我覺得這是你工作 或者是說我換一個心態就是 我在扮演一個角色 我就是現在扮演一個房仲的角色 只是扮演很久了十幾年了 對 一直還沒下戲 怎麼挑仲介 很多人你看就是很多人會覺得 看美的啊帥的啊 不是 你又會擔心啊 中間講的是不是真話啊 我是不是被他匡啦 被他騙了 買了這個房子啊 但是實際上他並沒有那麼好 也不值那個價錢 有沒有這樣 就是我們要怎麼挑仲介 剛剛已經意思強調 是要做功課 那既然你做功課 你就有一個底 你就知道這個社區 大概價格會落在哪個區間 所以你怎麼可能會被匡 買方沒有被匡的啦 我看到應該是都沒有的啦 買方只有價格越出越低而已 對啊 低到不能成交 我覺得你要去挑仲介的話 第一個當然是品牌 他們畢竟這個集團必須要愛護他們的品牌 第一個是品牌 第二個的話你跟這個人聊 假如你上門在櫥窗 他們出來說 你好我們需要服務的地方 假如他們愛理不理的 你就知道這跟你的評語是不對的嘛 對啊 這樣你就問一些基本問題 假設好了 我明明在這個社區已經住了十幾二十年了 你是不是住戶 你是不是很清楚你的社區 對 那就用你社區的狀況去詢問他 但你不能說你住在高雄 你跑到台北問他高雄 對 就是你周邊 假設你是住在這一區塊 你也很熟 你就問他考一下嘛 你對這個社區熟不熟啊 那是這個社區 大概戶型怎麼樣啊 有哪些設備啊 然後目前價位怎麼樣啊 那就知道了嘛 他熟不熟 如果很熟 然後頻率又對 然後看起來又順眼 OK啦 OK啦 那比均哥 比方說有沒有我們平常看房子都會請房仲帶看嘛 是 可是呢 可能有一些小細節是房仲可能不會帶我們看到的 是我們自己要去發現的 有沒有這一些東西是我們自己買房的人需要自己去做觀察的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你去找房仲 你最好把你的需求說清楚 但我覺得什麼人都有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我第一次跟你這個中介碰面 我也搞不清楚 我也可能要保留 我的客人有些人會擔心說 他會知道我是律師或會計師或什麼 就把價格抬很高 對對對對對 但我心裡都會毫時說你想多了 想多了 真的 因為買不買是你決定 第二個是你既然都可以做到30 你一定是很聰明 肯定還比我聰明 但難道你不會查實家登錄嗎 你會查資料嗎 你對數字應該也是很敏感 尤其如果你是買房的話 所以我就覺得說你來買房子的話 務必要把自己的想法釐清 你要買什麼房子 你的預算在哪裡 對 那你有沒有做點功課 至少在石家登錄做點功課 那再過來 你有沒有遇過很離譜的案子 就是他來什麼都搞不清楚的 就是有點像逛街 他就剛好路過 我想問一下 那這個就是只是路過問問而已 他沒有認真要買房子或賣房子 他只是問問了解一下 有一些人你看就是他很會挑房子 如果很會挑房子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是很有買賣經驗 那我覺得第一個的話就是看什麼 他進去看房子 我是從哪些判斷 這個人是有經驗的還是小白 就是如果一進去會說 哇這個牆壁好像有點裂縫 這個地好像不太乾淨 這個琉璃台很髒 這我知道他原子上是小白 小白才會看那些裝潢的細節 真的有買過房子或是投資格的話 他其實是看主結構 這個房子的面向採光 因為人就跟動植物一樣 你的空氣 你的採光要很好 那沒有意味 然後面向 你是不是看到有很好的view 很好的景 然後就看有沒有深漏 是不是凶宅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看整個社區樓層 你出去看放一大堆鞋子啊鞋櫃 那就是管理不好 所以其實有很多美感 就從你看房子 進到這個社區的時候 你就其實就在看房子了 進到社區 你看櫃檯保全 他們起來跟你打個招呼 還是無所謂 進進出出都無所謂 那他的包裹呢 是放在地上丟一堆 還是他排得很好 其實從很多細節都可以知道 你有沒有遇過那種 比方說很離譜的賣方 或很離譜的買方 或很瞎 你覺得他很瞎 或者他提出一些很奇怪的要求 或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有沒有這一種的 我有碰過買方 我覺得他可能是沒有做功課 因為他是長期住在國外 然後他就跟我說他要的很明確 他的確要的很明確 他說他要捷運宅 然後要室內屏室要多大 然後要幾個廁所 然後一層要幾戶 物靈要多新 他都很清楚 可是我就跟他說 沒有這種方式 沒有這種方式 因為他要捷運站出來 比如說以我們紅樹林捷運站好了 最接近就只有三個社區 最年輕也都十幾年了 所以除非把他炸掉 我說沒有啊 你懂我意思嗎 那他說你只要符合這些 我一定買 我說謝謝 但是沒有這種方式 對啊 除非他都更嘛 那有些人就會比較用想像的 因為房仲業是一個實機材 有時候景氣就是這麼走 你怎麼樣就可以賺得到錢 或者很容易買賣房子 那或者是說你碰到的房子 他是三礦都很好 哪三礦呢 就是人礦 屋礦跟價礦都很好 那人礦就是說 這個屋主呢 他是有Sense的 他是可以溝通的 他知道實價登錄的價格在哪裡 他不會要求一個添價 這就是人礦嘛 他真的很想賣房子 但屋礦保持得非常好 有時兇宅也沒剩漏 而且房子還是乾乾淨 漂漂亮亮的 在價礦就是拿出去 買方一定會買單的價格嘛 所以如果我們接到這三個 三礦都很礦的房子 鐵砲 鐵砲 那個叫鐵砲 一定冒砲 所以主要是這個 你最快看得到 就是馬上成交的那種速度 有多快 你自己買房 我知道你剛剛也講了 你看中的第一棟房子 其實你非常快速的就把它決定 大概這樣二三十年前 在內戶 那時候我是小白 我又不是中介 是公寓還是預售 是大樓 城屋 城屋 是幾年的 好像不到十年吧 那你花了多少時間就決定 三十分鐘 三四分鐘你就決定買了 毫不猶豫 是有這麼愛這麼好 也沒有 就傻呼呼的 就去了 然後就房子好像OK location很好 生活機能很好 價格在我預算範圍之內 但是那時候也搞不清楚 是可以怎麼砍價的 因為那時候 也沒砍價 有砍 當然砍很少 因為沒有實價登錄 我問中介 我說那現在怎麼辦 下貨啊 下貨什麼意思 拿錢出來下貨啊 我說我沒有錢 我現在沒有錢 去ATM領啊 我就去提款機領錢 給他 隔天就說 恭喜真心 買到房子了 三十分鐘 好快喔 那你後來自己也遇到 很多這種很Asali的客人嗎 通常小白多還是投資客 多還是 其實我不太碰投資客 我經營的大家都是 所謂的剛性需求 真的想要買房子 對 那當然也有很好的客人 像有一個大哥 他到現在還有跟我聯絡 已經這麼多年了 他那時候是在美國 他是直接用LINE視頻看房子 確定之後飛回來一天 簽完所有的文件 再飛回美國 所以也有這樣的客人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不可思議 買房子怎麼可以用試去買 你會覺得不安心啊 一定有很多角落是沒有拍到的啊 可是他就喜歡 他一看他就順眼 那個房子應該是這樣講 我相信他有在網絡上做一些功課 然後他就鎖定某一個社區 然後他說那你把那個社區 我有興趣的告訴我 我把資料傳給他 然後他就用視訊用LINE看 這間不要 這間可以 最後當然是價格 然後他就出了一個 比市價低一點點的價格 然後後來就成交了 就從美國飛回來 簽完約就飛回去了 那房子空了三年沒住 因為剛才有講說 如果看到喜歡的房子 你當然要做點功課 實價登錄等等 所以你要出個假 這個叫斡旋嘛 對 那斡旋的話 就是會有一段時間 給仲介去操作 maybe是五天 一個禮拜或十天不等 他一定有個期限 然後你就有斡旋金 但還有另外一個叫邀約 它是有兩個選項 你可以斡旋或邀約 斡旋跟邀約的差別在哪裡 斡旋就是會有斡旋金 比如五萬十萬不等 那邀約是不用拿出錢 但是他的權利義務是一樣的 假設屋主願意要賣你房子 你說我不買了 那你的斡旋金是不是被沒收 同樣他會有一個邀約 他有一個法則 如果說你是屋主房 不然說我不賣了 那同樣你可以跟屋主房賣房 做相對的要求 他有一個公平原則在 這個就是斡旋 那斡旋完的話 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譬如說成 那恭喜簽約 不成退你斡旋金 無期退你斡旋金 那還有一個就是 中介比比較常操作的 就是見面談 就是買賣雙方 約同的時間來聊一下 也許見面三分情 可以有一些 把這個GAP拉近一點 那如果簽約之後 是不是會請代書來 那請代書來之後 就會有開始簽約 用印 玩稅 交屋 這四個階段 原則上在45天到兩個月之內會結束 如果是正常的案子 因為有些人要換屋 他可能要先賣後買 那他是不是還住在那個房子 他可能需要說 我要拉長交入日 我可能要拉長到三個月四個月 那這個就要協商 買方願不願意接受 這也是條件之一 或者他說 那這樣子好了 我還是交屋 但是我回租 我跟你租 我一個月跟你租兩萬三萬 你租給我 變成你是房東 我是房客了 這樣也是有方法 看完本集內容 您對房仲業是不是有更深的了解呢 歡迎您在影片底下留言 並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是才知道 財富自然道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